发动机里面能不能加柴油进去清洗油泥和积态 前几天小区看了一个网红视频 我觉得这个视频特别的扯 就是一个好几百万粉丝的网红 他往一辆奔驰车里面加这个柴油 说能清洗油泥清洗积态 我不得不说啊 现在的网红为了流量 什么话都敢说 你这不是在教车主爱护车 而是在教车主毁车 如果说放在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也干过 把这个柴油加到发动机里面去 确实它能清洗掉一部分的油泥 但是现在的发动机万万不可这样操作 更不要像视频里面那样 机油还没有放 然后再加三升柴油进去 说能清洗发动机 更扯的是还是一辆奔驰车 十几年前的发动机机械原理比较简单 就单单是一个曲轴 突轮轴活塞连杆 其他的东西就没了 机油放在发动机里面 只是一个润滑散热的作用 它不会像现在的发动机一样 你看现在的国内有排放的发动机 你加机油加标号加错了 它都可能会影响到发动机的燃烧 影响到尾气的排放 甚至可能堵塞这个颗粒捕捉器 其实在五年前的时候 我也加过柴油到发动机里面去 那是一位别克车主 他是一个老师傅 他给我讲他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开货车的时候 就是这样清洗的 然后我说你那个发动机最好不要这么干 因为你发动机里面油泥很重 机炭很重 然后你加进去 可能清洗的掉 但是会堵塞你的发动机油道 它当时不信 然后清洗完之后 把油放出来确实挺黑的 但是把新机油加进去 机油灯就亮了 然后我赶紧熄火 把油底壳拆下来 发现急濾气 就是机油泵的急濾气 已经全部堵死了 这情况要是跑到高速上面 早晚都得拉缸 现在的发动机啊 它为了降低油耗 降低排放比以前那种什么小面包啊 那些下力啊 那些发动机要高级许多了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那么干啊 更何况啊 一个正常的车 几万公里以内的车 十万公里出头的车 只要你以前不加着这个假机油 不加这个比较差的机油 发动机里面哪有那么多油泥吗 我们天天拆这些发动机 拆完了看一下里面金黄金黄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油泥好不好 你以为现在的车还像以前 十几年前的车动不动发动机揭开 黑的像你家锅里灰一样 只要是个内燃机 它燃烧的时候 发动机里面总会产生一些 微小的一些积态 燃烧过后的废物 这些都是正常的 大家没有必要动不动 开个两三万公里 就说哎呀我车有积态了 我车有积态了 那都是正常的 就好像你鼻子里面有鼻屎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小徐在这里告诫大家 现在网上啊 很多网红发的一些养车啊 的一些小视频 大家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去当真 知道吧 因为他们讲的很多东西 有一部分是对的 另外一部分 只是为了博眼球 比如说 我今天我想吸粉 我想让大家关注我 然后我就给大家讲 哎呀这个节气门 千万不要去洗啊 自己动手擦擦就行了 修理厂都是坑你的 因为我这样说的话 你们才可以关注我 大家都觉得 这小伙子良心啊 都在教大家怎么省钱 是吧 其实你要想省钱 你自己学修车 什么都会了 对不对 没必要啊 几十块钱的事情 只要修理厂不坑你就可以了 与其你们在网上啊 听这些网红乱说 你们还不如在现实生活中 去找一个可靠的修理工 对吧 你去和修理工做一个好朋友 然后你车有什么问题 人家都给你解决 对吧 适当的给一点公司费就可以了 就像小徐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 他们找我修车 全部都是信得过我 把车扔给我 然后我给他该动的弄不该动的就不弄 也不坑他 这样能减少很大一部分的养成费用 好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啊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